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粉丝们都觉得不过瘾 于是这一季就推出了付费直拍镜头 观众可以付费解锁单个演员的直拍镜头 把自己喜欢的演员看个够 8月23号第一期付费直拍镜头上线 期待已久的德云朔粉丝都纷纷慷慨解囊 购买自己喜欢的演员的直拍镜头 购买的人越多越能证明这个演员受欢迎 粉丝的购买力强 很多人都觉得德云社的当红演员秦潇贤或者孟赫棠应该是最多的 可是结果让大家大吃一惊 秦潇贤仅排在第三位 第一位是郭德纲的爱徒鸾云平 第二位是秦潇贤的搭档何九华 大家之所以吃惊是因为鸾云平一直走的是实力派路线 并不是偶像派路线 郭德纲老师说他跟高峰老师是奔着老艺术家去的 而且鸾云平还是个捧跟演员 是相声舞台上的绿叶 风头都让给了别人 这样的状况下 鸾云平竟然成了付费观众最多的人 这确实是太让大家意外了 这无疑是一次逆袭登顶 而当红小生秦潇贤竟然没有超过自己的搭档何九华 这也确实让大家有些意外 何九华是第一次参加德云社团宗 可是没想到人气这么高 也确实为九字科的演员争了口气 在这一季的节目中 何九华跟前搭档上九西 现在的搭档秦潇贤 三个人的情感大戏也是看点十足 获得了大家的关注 鸾云平的逆袭登顶再次证明了相声这个行业 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走到最后的永远是业务能力扎实的 郭德纲老师是这样 岳云鹏是这样 鸾云平同样是这样 这件事也告诉德云社的年轻演员 靠实力才能打动观众 想要说好相声不能投机取巧 只有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才能成功